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五部奇效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9节节目 今天蛮兴奋的给大家分享这款 喜模仿所推出的Elite Leader Elite Leader的话呢 看它的形象的话呢 就致敬到了变形金刚 那个Odobar的领袖 Atmosfine 柯博文或者叫秦天柱 那它究竟呢 是致敬哪一部真正电影吗 并没有啊 它也没有特别指定说针对像哪一部 但是它最像还是大黄蜂电影吧 那甚至是之后的变形金刚第七集 之后的一个形象呢 比较接近了 那么它是如果在台湾的网拍上 你也是可以找到它的卖场的 那是一位大陆的同号朋友们 同号朋友所设计 然后之后把它量产化的 那这种同号设计之后 把它量产化的例子呢 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量产之后的一个样子呢 到底有没有像它原本的设计那么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它是有一个领导模块 领导模块的话呢 涂装很好看起来像金属 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片塑胶片 那它可以完美的放在胸口里头 那因为它拿出来的时候呢 翻这个盖子啊 不是很好 大家建议各位用工具吧 那拿在手上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发光 但是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由于它刚好有一个透光的部件 所以看起来 像领导模块就被激活了一样啊 只有放到领袖的体内呢 它才能够真正的发光 我们可以把它盖起来 就会只有中间这个地方光透出来了啊 胸口的话呢 而两侧打开的幅度呢 可以到这么大 而它的内部的细节 各位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期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展示它的细节啊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不能变形的 毕竟金刚玩具了啊 那这个盖起来之后啊 头我们来看一下 头部也是有发光的 稍微盖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个透光性远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好 触动的方式呢 则是使用它的 充能符或者热能符的话呢 我们稍微去点一下 它的这个部分呢 盖按的部分就会按下来 而胸口的话呢 有时候啊这个必须要给它打开 这样靠的近一点 它才能够触发 把它给按掉啊 这样子 那因为关起来之后呢 好像好像死掉了呀 我还是把这个灯给打开吧 而除了说啊 胸口的这个发光之外 它的后面的话呢 这一片部件 这个抠一下啊 可以把这里打开 有一个USB的一个插孔 就是用来充电用的啊 玩具本身有附带啊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Type-C的啊 不是安 不是那个Apple的一个插孔 而我们如果把这个 充能符扫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听到一个机器转动的声音啊 它的肚子里头 这里面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清楚啊 里头的这些齿轮的部分呢 就会被带动起来 这个可以说是这款玩具 最大的一个卖点啊 这个也太酷血了吧 首先我发现呢 它有一点很棒 几乎吧 在它身上呢 不太能够看到螺丝钉 可以看到 几乎都是机械人 应该有的零件 没有这种螺丝孔 很少 我好像只能发现几处吧 细节头部 这里有很多的分色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身上其实都有上墨线 这个部件 两侧是一个球关 可以做一个稍微的调整 手臂的话呢 平局 没有问题 而且有一个过渡在这里 手臂是可以转下来的 这个是在盒子里头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轻松的可以把它组合回去 而组合回去之后啊 可以看到呢 它的一个支持力度还算可以 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松弛 那这一片部件的话呢 可以上下推动 推下来的情况下呢 它的手臂 才能够转超过于这个90度 几乎就是已经整个是完全贴合了啊 那如果为了造型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推回去啊 但是我不介意把它压回到底啦 因为抠出来的话呢 我觉得不是很顺手啊 你看像现在要抠出来 我觉得就不是很顺手啊 除非你用个道具把它给挖出来 那手腕的话呢 也是可以转动 这种武器我们就先拿下来好了 拳头是可以转动的啊 另外一只胳膊的话呢 我们也给各位展示一下 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 这个大枪 大枪这个地方 按下去 它的头 跟这里 分别是红色跟 黄色的光束 那涂装的话呢 也是有 有一些金色的点缀 本身香槟营的一个 配置 还是 做的挺漂亮 裙甲的可动呢 非常的多 这一片可以动 上下也可以动 然后单独的这个 像是 车子的一个 后 呃是 前面的 车头灯 买在这里 是可以动的 然后侧面的话 也可以动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 其实有一些 小字 啊 一样是写的 考讯啊 反正只要是机器人身上的 英文都是考讯 警告你不要靠近它 这一片 也可以单独往后放 然后后面可以看到这里 应该是个车牌 而且它的车牌是六个八 啊 这个花多少钱买的是吧 那它的脚的话呢 也是有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 就这个地方 可以往下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连接感在这里 可以特别把它往下面 啊 下来之后呢 脚就可以往上踢得更高 但是我个人不习惯把它 抬到一个极致啦 我觉得有点恐怖 啊 不过可以安心的是它这个地方 这一根连接感的话是金属部件啊 所以 嗯 还是蛮耐得住把玩的 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裂 裂开的一个感觉 裂甲的一个感觉 好 还有从侧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这个轮子 它会滚动 哇 这个看起来就很舒服的 对不对 这个 你看几次都觉得说 哇 这个居然是一个 呃 台币是不到四千块钱 就可以住手的一款玩具 哦 那么从这个地方 也给各位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会滚动 那侧边的话 这一带 一个油桶 这是OP的一个油桶 然后这里 轮子的话呢 下面的两个轮子 啊 可以转的动 而且它侧边 你看到这边 轮框里面都是一个电镀的 上面的话呢 我只能推一点点 啊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动啊 我估计是不行了啊 然后这边里面 做的好像有点薄的这个零件 看上去就真的很有机械感 那这里很多的齿轮 那这个脚踝的话 给各位看一下 脚踝 接地性 我觉得只能算普通 呃 我估计就是左右 幅度动的很有限 呵 我去的很有限 甚至有点紧 好吧 嗯 左右动 这片部件可以向下 啊 移动一下造型 脚尖 单独可以动 好 这个脚底板 这个各位看一下 好的 那背后 也不能忽略啊 现在的话呢 是不是这个不可动的模型啊 你如果没有这个龙虾背 好像就乖乖的 他也是有啦 虽然没有说没有到那么夸张 但还是有 有一个幅度可以动 而且你看 特别是这一边 我觉得这个弧形 这个金色的管 呵呵 这个太 这个 这个我只能说 这个太 这个太离谱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恰会的做到这种 这种形态的玩具 我真的是觉得说 嗯 算是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里程碑吧 新的一个里程碑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 实际上摸它 还有这个玩它的一个感觉 那关节的话呢 就是都很适中 非常非常的适中啊 几乎都是恰到好处 可以说在各方面的话呢 涂装啊 这个涂装也是一个 很精美的一个表现 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都是 你很难去挑它的毛病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